一起搶先收看 二分之一搶網路獨播版 我們婚禮 婚禮喔 差不多一半的人是外國人 那我參加過很多台灣的婚禮 然後發現其實台灣的婚宴 我沒有那麼喜歡台灣的 那些婚宴的菜 我覺得有點難吃 或者太高級了 我沒有那個味道 很像那個很鹹的那個肉乾 是肉乾嗎 你吃的是什麼 你知道那個開胃菜會有一個很鹹的一種 那個是魚蛋 那個叫什麼 烏魚子 很多這種菜我超級不愛 所以我跟我太太我們指定了 然後跟那些婚宴的場地的人 我們就跟他們說 我們可以改這些菜單 例如說不要這個東西 不要那個東西 可以上炒飯嗎 然後可以上一些很簡單的 公保雞丁的東西 你要等啊 它會有啊 你知道有十幾道菜 到時候會有 對 你要忍耐到養牌 喔 他每一個會都一定有養牌 那個很... 他知道 他知道 可是就我們 我們改了很多我們的菜單 例如說雞不要有頭 因為外國人看到那個頭 他們會說 為什麼要吃 還有魚 不要魚的頭在上面 那我的岳母她看到的時候 炒飯 為什麼要炒飯 就是要有很多很酷的東西 或是很高級的東西 可是我們的婚宴就是很簡單 而且外國人他們最後說 這是我參加台灣婚禮最好吃的婚宴 真的 可是對台灣人會覺得 我婚禮上炒飯是 感覺很可憐 對 很寒酸 很寒酸 而且餐廳也覺得賺到了 一桌桌價這樣 他跟我要炒飯 真的 可是如果你剛剛要炒飯 桌價不會降低嗎 問他囉 對 沒有降低 也沒有這樣 對啊 那就賺到了 快點 我們又改了一些 像我們帶有要那個魚 那個叫什麼 鯊魚的魚翅 魚翅那個我們就不要 是 然後就改那個 當然比那個便宜滿多了 可是他也不會降價 就是這個價錢 那你虧大了耶 我2010年是結婚的時候 然後我婚禮的前一天 我的朋友們他們都來住我家 然後我們是看那個 那個叫什麼 世界 世竹賽 然後那時候是在別的國家很遠 所以我們應該是看三四點 我們是看到凌晨三四點才睡覺 對 然後差不多隔一天 就是當我們要結婚的時候是 我老婆差不多七點 她朋友都有來接她 因為她要弄頭髮 化妝什麼的 對 然後我們是 我們要結婚的時候是十點半早上 對 然後我那時候那個晚上 我有設定我的腦鐘 但是她說我沒有設好 對 然後我起來了 然後已經九點 九點多 然後我想 天啊 我刷賽了 對 然後我就叫我所有的朋友 我叫他們去 你以為是形容詞 她是真的刷賽了 我叫我的朋友們 趕快起床 我們也要去參加婚禮 我的婚禮 對 然後那時候我們是在台中市 然後婚禮是在我牧師的家 她住在大坑的山上 所以有點距離 對 所以我們東西都準備好了 我們要出發 對 然後已經在路上 然後說 糟糕了 我忘了蛋糕 所以我就回去了 拿我們的蛋糕 然後我衝過去 到那個大坑 我十點二十分到場了 然後蛋糕也爛了 沒有沒有沒有 很好很好 我的技巧滿好的 對 然後大家都滿緊張的 因為他們覺得我逃走了 覺得我不要結婚 所以大家都很緊張的樣子 對耶 量成幾十 你們有沒有碰 你們有沒有參加過婚禮最後 新郎或新娘不見了 沒有 那很大的事情 怎麼會這樣 所以那還滿尷尬的 沒有啊 好想參加一次 義大利人 就一個要注意的 就是那個禮物的清單 因為我們義大利人不會發紅包 大家都就是不會給錢 可是他們會給一個禮物 可是那個禮物 這就是新人 他們要提早 很早就想好 他們想要有什麼禮物 不是都要去登記 然後大家去更購 對 都有一個 那個很麻煩 因為他可能要買了房子 然後他要室內設計的東西 那個都要給這些賓客買 所以他要提早想 正確他想要什麼 在哪一家店 然後他要考慮多少個人來 大概可以給他們買什麼 因為怕如果他寫太多 就是那個用完了 就人家會買一些奇怪的東西 我上次我的朋友他們有邀請 大概五十個人 後來到了一個禮拜之前 有三十個朋友 我們也想要參加 然後他們就很好心說 來啊來啊 然後他們就是跟餐廳說 跟教堂說 所以OK都安排好了 可是呢 他那個 前一天他記得 他後來發現 那個禮物清單我沒有更新 他忘記 他都沒有更新 所以這些朋友已經不能幫他們買任何指定的東西 然後他們就買了一大堆 完全沒有 就是他們又買巧克力 就一大堆巧克力 然後他們又買一幅畫 然後一個很貴的一幅畫 因為很多人一起花錢嘛 然後他們買一個溫泉館的 週末的一個旅遊 這都他們用不到了 然後他就是 那他到底一幅畫 那什麼東西 然後 可是他們有付了三十個人的餐廢 新人 對 這個要小心 所以那個在國外結婚 還要多一個這個東西 禮物清單要去上 對 這真的很麻煩耶 像法國現在 因為一般的客人 他們是越來越越晚結婚 然後他們已經也是 有時候也是已經有小孩什麼的 已經有注意氣的 所以他們不需要 大部分的東西都不需要 所以現在他們有很多沒有答案 這樣的禮物 他們就是因為要去度蜜月什麼的 所以有一個很大的盒子 像台灣一樣 你可以放一個紅包這樣 有錢 所以幫他們去度蜜月的 這是蜜月的 很不錯 對啊 出飛機 那也蠻好的啊 這也不錯 在美國 我們有很多 很大件 它叫Target 就是像一個百貨公司 然後他們有一個 Bridal Registry 那個 你們叫什麼 登記 新娘登記的 禮品登記處 那個登記處 你就可以去 你寫他們的姓名 然後那個結婚日期 他就會贏出來 所以你一定 你不會買錯 然後他一定會搭購 有誰已經買好的 好強喔 所以他會 他會隨時更新的 所以這個東西很順利 真的很好玩 真的 我參加過那個最難忘的婚禮是 那個心機比我更重的 我的女生朋友的婚禮 那不容易喔 那不容易喔 怎麼會 因為那個 我們日本婚禮是都要 同事一定要提前準備小小驚喜 那個一定是影片 然後那個影片內容是 那個當天新郎幸福是 才可以知道的 所以這個 而且這個是算是驚喜 所以不可以直接找那個同事說 可不可以幫我拍個之類之類 這個是不能的 所以那個 像我的朋友 那個女生朋友是 在那個 算是黑色公司 就是那個 上班時間過久的那種的 有點嚴重的公司上班 然後他 黑色公司 黑心機 對 他一直一直想辭職 可是他快要結婚了 要幫婚禮了 一定需要那個影片了 所以就沒有辦法那個 就是不想辭職 馬上辭職 可是那個精神一定要 一定要好看一點的嘛 有用心一點的 所以我的朋友開始 大概婚禮辦那個 大概一個月之前 突然開始對所有的那個員工 特別好 非常天心 要不要需要幫忙嗎 然後怎麼說 自己的那個形象要好一點 然後每個公司都有那種 大姐姐就是不太喜歡 年輕的那個女生 新人那種的大姐姐 然後她是每次被他們欺負 一直...所以大家... 其實是一直一直很討厭她 可是快要婚禮了 所以就對她寫信 然後送禮物給她說 討好她 對,就是 感謝你一直以來的照顧 沒有,你就沒有現在的我 而且你真的很漂亮什麼什麼 就... 就是一定要好一點 不是,為什麼我覺得 日本文化好可怕 對啊 因為你一直都不知道 她到底在想什麼 不是 不知道會不會想什麼 然後我知道那個故事 就是我知道那個事情 然後我真的很期待 參加她的婚禮 因為那時候才可以看到 她的努力的成果嘛 就是後來真的是那個 裡面的... 很多那個影片是去那個... 怎麼說 然後再去他們的那個公司拍 然後那個訪問每一個員工 她是什麼樣的個性 然後那個祝福什麼什麼的 然後裡面的同事都說 那個結婚的那個她 新娘,真的個性真的很好 又很會工作 而且個性很貼心啊 真的很棒的女生 真的很賢慧這樣子 然後當天那個... 我的朋友的表情 就是假裝不知道 可是那個表情是... 嗯...自我到了 那種的那個... 那種的那個... 那種是基本上會 不用做這些 因為你們日本人都不太會在... 就是會做好人 假面人生 假面人生 對,然後... 可是那個是... 成功了嘛 所以後來就辦完之後 就... 那是要結婚的名目來辭職了 她現在都沒有走那個公司 利用完就再見了 對 好可怕 其實我是覺得就是... 在台灣我們在安排這個婚禮 就是還好 因為我們人都在這裡 但是我們在安排瑞典的婚禮 就很麻煩 因為人不在那邊 那就是很難安排 所以我在這邊 我們本來就是要安排在瑞典的婚禮嘛 我在這邊我就是要上網 然後去...就是查一下 譬如說哪一個場地可能比較好啊 然後就是要... 要哪裡啊什麼的 然後我就是... 我看了很多地方 他們就是好像是說 在我們那邊的地方是... 你要公園 或者是就是古堡這樣子嘛 那因為我看了很多都是公園 那因為我家... 我家裡附近 也是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公園 然後也是很多就是有人在那邊過 然後就是很漂亮 所以我就跟我老婆說 那我們就搬在這個公園多好啊 然後她就是覺得... 你這樣子什麼... 怎麼能看 因為這樣子 人家都不會以為我們在國外啊 就可能是說 怎麼搭安勝利公園之類的啊什麼的 然後她一直都很神奇說 不行 我們一定要有古堡 所以... 那我就查了一個 然後也是我家附近 就是有一個古堡 然後我們就訂了... 這個古堡嘛 然後這個也是... 但是因為這個也是... 我們不能去現場先看啊 然後不能弄啊什麼的 然後因為我在那邊的家人 也不多 才我媽媽跟奶奶而已這樣子 所以他們也不能太大的幫嘛 所以我們就是... 好 現在安排了這些嘛 然後到最後 就是因為那個時間越來越近嘛 然後我們就是沒有一個... 因為我老婆說 她是想要一個牧師 就是想要... 就是有那種... 像電影一樣啊 然後就是很浪漫的這樣子 可是因為我就是說 我們都不是基督徒啊 然後我們都沒有在心... 然後或是... 我們再... 再邀請一個這個... 不是很奇怪嗎 可是她一直都是說 她一定要... 然後我就去查了 但是因為我不是啊 然後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沒辦法 然後... 那個靈演公司的電話 對啊 我本來就是有這樣子想 因為... 所以應該也有過吧 沒有 因為到前一天 到前一天 我們就是還是沒有找到一個什麼 這種證婚人嘛 然後我就... 欸... 我妹妹 我妹妹可以啦 然後... 然後我妹妹就是殺財了 然後我就是變成就是在婚禮下的這個照片 就是... 有我妹妹站在前面 就是... 我妹妹就是我們的那個證婚人 然後她就是在那邊 然後就跟大家講啊這樣子 可是... 至少這個... 為什麼妳妹妹是有去登記成為那個... 沒有 因為... 因為這個我們已經有啦 所以不需要了這個 不然婚禮這個 只是一個儀式而已 找人來講這個話 但是那個... 但是至少有... 有那個城堡嘛 然後那個城堡真的很漂亮啊 所以就是還是滿不錯 但是... 你怎麼講得好像很... 很惋惜的感覺是 覺得還可以再更好是不是 就因為... 因為我老婆一直就是... 什麼... 就是妹妹啊 在那邊她就覺得有點失望啊 就是... 因為感覺不是一個婚禮 就感覺好像這是我們家人啊 然後就是... 所以有其他一些朋友啊什麼的 然後後來就... 那早知道可以... 找一個領人的啊 就多好啊 就可能會比較好 而且還在城堡辦 其實是滿浪漫的 對啊 對耶 可是那個標準太高了啦 我覺得... 我二十三歲結婚的 沒有什麼錢 然後我老婆也是二十六歲結婚 我們剛剛當完四年的志工 所以完全... 這四年的志工完全沒有賺到錢 然後我們結婚的時候發現 噢... 糟糕 要花錢 所以那時候我其實非常的... 我現在很對不起我老婆 因為我超級小氣 什麼東西 就... 何必買那麼多花嗎 何必買那個... 那個... 蠟燭啊 或者就... 蠟燭啊 或者就... 布置那個教堂 因為那個教堂其實有... 已經布置好 一定要... 買那麼多東西嗎 然後其實... 那時候我其實很為難我的老婆 我其實... 漂亮 我對不起 漂亮 對 很有誠意耶 所以真的... 如果沒有我媽媽 因為我媽媽看到我的小氣 她就很生氣 說 欸 你不要這樣 這是你老婆最特別的一天 你媽媽都看不下去 真的 所以她... 你婚禮花多少錢 大概 我們本來的... 我們本來的預算只有五萬 可是後來就... 因為我媽媽她就想要... 支持我們 所以她就給我們好幾萬塊 她說 你們去... 隨便去買花 沒關係 你們完全不用... 對 然後後來其實... 我真的覺得... 真的很對不起她 然後後來... 紅包其實賺到錢 所以... 反而還倒賺錢 對 又賺錢 所以我覺得... 因為我完全沒有考慮到紅包 所以要再一次結婚 所以要再一次結婚 不要... 我們上個禮拜的又一個... 所以你再賺錢 真的 真的 所以我其實... 覺得這是一個賺錢的管道